將通過產銷履歷認證的農產品乳菜 保證食材新鮮與安全 吃起來也就更安心美味 這次跟產銷履歷合作的農產品 像是我們的彩色番茄 然後這一道餐點的名稱叫做 釀番茄酪梨沙拉 我們是用彩色番茄 然後搭配最鮮嫩最營養的寶貝生菜 還有新鮮的酪梨 跟我們的特製的酒汁薑醋 然後一起來製成這一道料理 我們經營的是地中海蔬食料理 那地中海蔬食料理 它代表是健康的代理食 那如果有產銷履歷的價值 就來說是用頂上天花 那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一直都有在選用在地食材 那希望可以透過在地食材 推廣台灣的特色料理 那想要透過我們的品牌 那可以讓我們的台菜文化 可以再永續傳承 那我們的餐盒呢 是用比較清淡少油的方式 去做料理 那我們今天比較特別產銷履歷的是用龍骨變性菜來當我們的主菜 那主要我們的黑米是用彰化煮糖的黑米 以及用台灣的雞肉 因為大家來居酒屋的時候 其實都很喜歡點香菇串 所以我們這次呢 就主要就是選用普利的香菇串 那我們有推出就是普利大香菇串 還有我們自己就是和風的那個炒烏龍 鹹豬肉炒烏龍 今天有帶來這個兩道菜 一個是香芋燒肉跟鄉村野菜燉牛肉 來給這個署長來品嚐 那因為我們每天的菜單都不太一樣 所以就是都選用那個有產銷履歷的食材來入料 或者是水果來入料這樣子 農業部成立有一個很重要的這個議題 就是要第一個要當農漁民的靠山 永遠的靠山 所以我們要幫這些農漁民他們辛辛苦苦用按照 我們所制定出來的良好農業規範 然後在生產的過程當中注意到種子種苗 飲用水或灌溉水或者是這些土壤的安全以及生產過程當中所用的肥料農藥 都按照我們的TGAP 良好農業規範來生產同時做紀錄 而且把這些紀錄PO上網 讓第三公正第三者來做驗證之後來張貼產銷履歷 在一般我們都知道在超市買得到在連鎖商店買得到 那可是為了要增加通路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辦這個記者會 在六大餐飲的這個特色類型裡面 我們有今天在我們背板上面看得到的 那這個六大通路我們把嚴選的產銷履歷的品項來提供跟這些餐飲業者一起來合作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買得到拿到家裡面去吃 可是這個從農場到餐桌不是只有自己家裡面的餐桌 到一般消費者會去的餐桌或者是特色的這些餐飲餐廳的話也能夠吃得到 這是我們的目標 一方面要幫助農民 一方面要幫助消費者 農糧署與餐飲界攜手推出嚴選全國各產地的產銷履歷食材做料理 並搭配限定期間優惠邀請消費者一同來享用品質認證的美味饗宴 我們同時推了兩個方向讓產銷履歷農民生產者一直到餐桌這個過程當中 一棒接一棒 讓從農場到餐桌所有的過程當中都能夠安全安心 同時可以追溯到這些生產者的來源 還有在這個通路過程當中 所有參與者他們在衛生安全方面所做的這個努力 另外順便跟我們各位媒體朋友報告 在五年前107年的7月16號我來接署長 那時候產銷履歷全國只有15000多公頃 因為產銷履歷開始推動的法制化是在2007年的1月29 2007年1月29當時總統公佈農產品生產驗證管理法公佈之後開始來推動 開始推動一直到2018年就是107年的時候全台灣只有15000公頃 那到9月5號 昨天 昨天的這個面積 統計在農糧產品方面 達到91214公頃 91214公頃 剛好是我們 我上任的時候的6倍 所以這個我們的同仁大家盡心盡力 還有我們的改良廠試驗所 最重要就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的這個生產者他願意來配合 那現在更重要的是消費者願意來選購 如果消費者不來選購的話 也不足足 或者是不了解 不懂 那這樣的話 前端在生產的這些農民 他就沒有動力 生產半天 我還要按照這一些 衛福部所公佈的這些安全標準 對人體的這個殘留的安全標準 而且我要做紀錄 讓公正第三者來驗證 同時讓消費者可以查詢得到 我是怎麼樣去生產 然後怎麼樣去做管理 最後我是怎麼樣去把這些產品賣出去 所以每一個過程都非常的詳細 在現在台灣如果是以78萬公頃來各地面積來計算的話 我們已經達到百分之11.7% 所以這一些一定要消費者來肯定 我們的餐飲業者來肯定 我們團過的業者一起來肯定 大家一起來努力 一棒接一棒 才有辦法來營造一個完全安全安心 而且可以追溯的一個環境 因為產銷履歷的產品絕對是國產 那如果是國產的話 他就不必從國外用飛機用輪船運到台灣來 用飛機用輪船運到台灣來 他要耗費非常多的這個汽油 非常多的汽油造成這個全球暖化 然後造成氣候變遷 對我們自己或者我們後代子孫 在這個地球上都是一個很不好的影響 所以其實購買產銷履歷 或者是享用產銷履歷的這些餐飲 這樣子的話 就是對於愛護地球 對全球暖化做出貢獻 農糧署另外也特別與團購平台合作 民眾在線上就可以買到多元化產銷履歷農產 幫助提高農民收益及品牌能見度 也為食品安全永續持續鋪路 產銷履歷 我來建立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